台湾漢光演習預演 日前發生橡皮艇翻側意外 其中一個官兵燃至凌晨不治 26歲上兵蔡博魚的遺體移送到殯儀館 蔡英文總統早上出席活動時說 對有官兵離世感到非常沉重和安傷 我們很不幸地失去了他 我們在這裡向家屬表達海盜之意 我們也希望公安部在競速 能夠做最完整的調查 海軍陸戰隊星期五 進行聯合登陸作戰演練期間 一艘橡皮艇在高雄左營 陶子園外海翻側四名官兵送院 以外由海軍司令部專案小組接手調查 初步估計是突然出現湧落 另外海軍准教部證實 一名擔任今次演練訓練教官的少教 被同袍發現懷疑自我傷害 送院搶救之後不治 教准部申表遺憾 說在意外之後那名少教沒有受到責難 漢光石兵實彈演習 原定在4月舉行 因為疫情延期到今月13至17日 近年也不時發生事故 2016年8月一架坦克車 完成漢光演習預演 翻回營地途中墮橋翻側 造成三人死亡 前年的漢光演習 在5月預演期間 一個散兵跳出運輸機之後 因為降散未能打開 從高空墮下受傷 到了6月演習的第一日 空軍一架F-16戰機 在深北市山區墜毀機師身亡 無線電視機長曹家榮報導